今時今日,你可以在圖書館找到很多不同種類的資訊 你知不知道他們是怎樣誕生的? 以及到你手上之前,有甚麼經歷呢? 讓我告訴你他們的奇幻旅程吧 在很久很久之前,這個世界是沒有任何資訊的 有一個充滿好奇心的人,我們就叫他好奇博士 用他的研究技巧去發掘一些與他研究興趣相關的資料 左掘掘,右掘掘,儘管不停的失敗,他都堅持下去 最後累積了一大堆原始數據 拿回去辦公室,整理和嘗試進行有意思的分類 好奇博士和他的同事經過一輪努力之後 第一件製成品就是統計報告 統計報告中,用了很多數字、圖表和文字 將好奇博士研究的現象以抽象的方式呈現在紙上 不過這些資訊是不會直接告訴你 他們當中有甚麼值得繼續做研究的 所以之後,好奇博士的同事就在統計報告中 拿了一些有潛質的資料和圖表 很努力地分析和解讀資料中的意思 加上他們運用專業的知識 就在資料中發現了一些重要的含意 和整理出初步的解釋 之後就出版了一本很厚的研究報告 這個好奇博士的故事還未完 他的團隊針對研究報告中的重大發現 引用相關的資料和證據 去支持他們的看法和論點 於是寫了一篇學術論文 和其他研究人員分享他們的新發現 令整個學術界內的討論 提升到更高的層次 整個過程都不容易 因為每篇論文都需要經過一篇 漫長而嚴謹的編審過程 要讓其他學術界的研究員作評審 就算過了很久 人們都會繼續對這篇文提出問題 評論和批評 在這個時候 在地球的另一邊 有一位職業 和這個學術範疇有關的專業人士 看了好奇博士團隊的研究報告 並且發現那些內容 對他從事的行業有很大的啟示 於是他就著研究報告的內容 寫了一篇評論 還在他的行業中 很多人都看的貴刊刊登了出來 同時間 在地球的另一個角落 有一位教授 他經常留意學科中一些新的論點 主意、理論、發現和相關的研究 然後集伯加之大成 出版了一本很厚的書 提供一些很深入的分析 和未來研究的方向 這本書在圖書館出現 以及以電子書的形式在網上現身 之後更得到傳媒的注意和報紙的報導 又在社交媒體 例如Facebook和Twitter 得到廣大的迴響 然後有另一位好奇的研究員 看到這本書 他看完之後 便提出更多的疑問 就是這樣 另一次奇幻的旅程 又要展開了